修养为人处置的方式都是极好的 他永远只说不说 不求别人知道他付出的有多少 2019年台风蜕变之战 严浩翔加入 两人迅速成为了朋友 没有尴尬 没有不适应 听过一个瓜 严浩翔刚刚加入 马家琪就约他一起吃饭谈心了 后来严浩翔对马家琪的评价 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 是善于调节矛盾的润滑剂 没错 他真的很会处理人际关系 对所有人都十分的友善 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小马哥 他从不把自己的个人情绪写在脸上 不会对任何一个人有任何偏见 对待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好 小伙伴们都喜欢和他闹 不怕他生气 大家都说他是团妻 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善良温柔脾气好 问队长力 他聪明 成熟十大体 TYT时期的他还不是队长 就已经有了能够独当一面的能力 采访中面对外界质疑 大大方方回应关于台风作为团命的原因 连公司都没想过怎么应对的问题 他却能巧妙回应为团解围 部分粉丝不看好这个团 想让这个团解散 他是唯一一个不畏争议 勇敢地站出来为团发声 维护这个团体的人 在TYT宣布解散后 他晚上一个人出门散心 排挤情绪 就算没有心眼见到 我也能想象出 他那穿梭在黑夜中的落寞背影 他是一个又藏又佛的人 只把圣服欲用在该用的地方 他的强表现在事业和原则上 事业心强 积极上进提醒队友要努力 要跟进团队的步伐 他很有原则 面对不合理的规则 敢于正面钢公司 他的佛表现在与人相处上 不会和别人发生任何矛盾冲突 和队友讲道理的时候 态度依然温和 没有任何架子 不强势 不霸道 让他感觉他就是一个温柔的大哥哥 一个让大家安心的存在 没有距离感 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感叹一句 马队长 幸好有你在 一个组合最核心的力量 就在于队长 他对组合的发展 规划 带动 各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 小马是同心出身 他从小一个人南征北战 局局前行 过早就踏上了寻梦的路 马佳琪很小 就登上了很多舞台表演 中国大人秀上还获了奖 后来又参演了 快乐星球第五部 再后来成为了TF家族的一员 而如今 马佳琪能这么吸粉 受人喜欢 都是因为他的努力和天赋 明明十几岁的年纪 却在娱乐圈已经摸爬滚打十年已久 薛尔评价他 马哥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而当时小马却不敢承认自己的敏感 害怕弟弟发现自己这个致命的弱点 在其他孩子懵懵懂懂的 在时代风俊 接受训练的时候 小马从小就被灌输了 进入娱乐圈的想法 他的压力得不到释放 并在其他小朋友的进步下 于日倍增 从马佳琪身上 你会看到坚持和努力 真的会有回报 也会明白 为了梦想 就要付出努力和辛苦 他舞蹈卡点很准 表演美人鱼 就算没有歌词 没有镜头时 毅然表情在线 动作标准 英雄 决战斗士等表演 更是让人惊艳 台风稳健 他对待舞台表演 就像将人对待自己的作品 每一个动作 力求尽善尽美 他自己也曾说过 自己是完美主义 他所努力的 为此付出的 远远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或许我们看到的 也只是万分之一 好了 今天的娱乐资讯快报 就播报完了 喜欢我的 记得订阅哦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